欢迎大家收看大学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好的 坏的和丑陋的 为什么我们将道德投射到我们的外貌上 维德·史丽丝在防守端发挥出色 国家队以16比7击败美国队在全明星晚比赛中 在几秒钟内我们失去了所有人 一个悲剧的夏天引发了对海滩安全的严肃问题的质疑 一个十几岁的女继承人被美国恐怖分子绑架了 为什么她会抓起枪加入他们呢 Facebook在20年后仍然蓬勃发展 以下是原因 请大家收看 好的 坏的和丑陋的 为什么我们将道德投射到我们的外貌上 澳洲ABC 哲学家西瑟·威多斯表示 美与丑在历史上分别与善良和道德败坏联系在一起 然而 在现代社会 这种联系变得更加隐形 但仍然普遍存在 社会中存在一种美的偏见 无意识地将美与道德优越性 智慧 温暖 利他主义和能力联系在一起 此外 数据显示 美丽的人比不美丽的人拥有更多机会和优势 整容手术行业将丑陋视为一种需要治疗的畸形 社会越来越将丑陋视为道德上的失败 对于一个人的外貌 社会将道德投射到其中 肥胖恐惧症就是一个例子 威多斯认为 社会需要承认对美与丑的痴迷 以便解决潜在的价值观 并采取更健康的态度 维德·史密斯在防守端发挥出色 国家队以16比7击败美国队在全明星晚比赛中 美联社 华盛顿州立大学的爵位乔·维德·史密斯 拦截了田纳西州的乔·米尔顿三世的一次身船 并将球返回83码 为国家队在高级完比赛中取得了决定性的得分 最终以16比7战胜了美国队 比赛被防守球员所主导 四分位的上场时间有限 华盛顿州立大学的四分位 迈克尔·佩尼克斯二世选择不参加比赛 而俄勒冈州的伯尼克斯和南卡罗莱纳州的四宾赛 拉特勒每人只上场了两个系列 这是自2010年以来的首次受庆比赛 球员们戴着带有鹦鹉和马格丽特酒贴纸的头盔 已向吉米·巴菲特致敬 在几秒钟内 我们失去了所有人 一个悲剧的夏天引发了对海滩安全的严肃问题的质疑 澳洲ABC 今年夏天 澳大利亚已有70多人溺水身亡 一家印度人家庭的死亡 引发了对澳大利亚某些水上安全策略有效性的严重质疑 以及在减少海滩溺水事故方面的进展不足 根据澳大利亚卫生与福利研究所的数据 上个财年 澳大利亚有281人溺水身亡 略高于10年平均水平279人 经过人口调整 澳大利亚卫生与福利研究所的数据显示 在过去10年中 溺水死亡人数有所下降 最新的全国溺水报告指出 在过去20年中 澳大利亚的溺水率下降了26% 并指出游泳池、港口、湖泊和河流的溺水死亡人数有所减少 但报告也承认 减少海滩溺水率一直是一个重大挑战 并且长期以来几乎没有变化 一个十几岁的女继承人被美国恐怖分子绑架了 为什么她会抓起枪加入他们呢 澳洲ABC 1974年 美国继承人帕蒂 赫斯特被共生解放军斯阿绑架 他在一部新纪录片中谈到了自己的遭遇 赫斯特是百万富翁报业大亨威廉 兰道夫、赫斯特的孙女被囚禁了19个月后 一与塞阿的关系被逮捕并判处七年监禁 现在过着平静生活的赫斯特是一位慈善家和作家 在纪录片中解释了他是如何被绑架者操纵和洗脑的 他说如果不遵从他们的要求 他相信自己的生命会受到威胁 并在被囚禁期间遭受性虐待和折磨 赫斯特最终在服刑22个月后获释 必于2001年获得比尔·克林顿总统的全面赦免 Facebook在20年后仍然蓬勃发展 以下是原因 CNN 尽管MySpace和Franster等早期竞争对手的衰落 Facebook在社交媒体行业保持了20年的主导地位 该平台最初只对哈佛大学的学生开放 并强调社交互动的游戏化 通过点赞、评论、分享和好友数量等功能来与众不同 Facebook还引入了新闻动态 使用户能够追踪朋友的生活 该平台注重强大的社交连接 与更注重结识新朋友和分享音乐的MySpace有所区别 后来 Facebook扩大了用户范围 包括其他大学、高中和专业人士 然后向13岁以上的任何人开放 根据西北大学教授Popo Boxkowski的说法 该平台的成功归功于其能够倾听客户 并提供优化产品的能力 该公司还成功收购了以照片为中心的社交媒体 平台Instagram和即时通讯应用 WhatsApp Boxkowski指出 WhatsApp在印度和巴西等国家很受欢迎 使Facebook能够收集数据并实现其用户基础的货币化 尽管面临来自TikTok和X前身为Twitter的竞争 Facebook和Instagram仍然是社交媒体领域的领导者 抖音已禁止使用一个危险的标签 但担心社交媒体正在抵消多年的工作 引发了饮食障碍倡导者的担忧 澳洲 ABC 社交媒体平台TikTok上的紧身护腿潮流 引发了专家的批评 并引发了警示 这一潮流涉及女性和女孩们 比较她们穿着紧身护士腿部的外观 与这一潮流相关的标签已在TikTok上被禁止使用 所有搜索结果都会被重定向到 与饮食障碍相关的资源 专家们强调了社交媒体潮流可能带来的潜在伤害 这些潮流宣扬了不切实际的身体理想 并呼吁平台删除潜在有问题的内容 研究表明 社交媒体可能导致身体不满意和饮食障碍的发展 在英格兰的低级别足球比赛中 有两起涉嫌种族主义辱骂球迷的事件发生 美联社 博明汉城市经理托尼 莫布雷呼吁对种族歧视球迷加强惩罚 这是在中场球员朱尼尼奥 巴库纳黑人声称在一场比赛中受到西布朗球迷的针对之后发表的 巴库纳向第四官员提出了这一事件 并与裁判进行了交谈 西米德兰兹警方预计将对此事件展开调查 莫布雷强调了 对犯有种族歧视罪的球迷需要严厉后果的必要性 表示简单的道歉是不够的 这是自2022年9月以来 对巴库纳的第三起涉嫌种族歧视事件 西布朗经理卡洛斯科尔贝兰也表示 俱乐部将调查此事 在布拉德福德和温布尔登之间的一场比赛中 发生了另一起涉嫌种族主义的事件 导致比赛暂停 温布尔登经理约翰尼 杰克逊报告说 他的前锋奥马尔布吉尔在比赛中受到了种族主义的侮辱 布拉德福德表示 任何形式的歧视性侮辱都是不可容忍的 将受到最严厉的处罚 迈克内尔和波士顿大学以72比71击败利哈伊大学 美联社 周六 波士顿大学在一场激烈的比赛中以72比71击败了利哈伊大学 迈克尔 迈克内尔以21分领导了波士顿大学队 其中包括下半场的14分 迈尔斯 布鲁斯特在比赛还剩4秒时罚中两球 确保了胜利 泰勒 惠特尼 希德尼以18分领导了利哈伊大学 波士顿大学将在下一场比赛中主场迎战科尔盖特大学 而利哈伊大学将主场迎战陆军学院 农村日本需要电动器车来保持联系 日经亚洲 日本迅速老龄化的人口为农村居民带来了交通挑战 加油站的关闭 出租车司机数量的减少以及公交服务的减少都导致了交通选择的不足 超紧凑型电动车 应力可能是农村居民方便且节能的解决方案 然而 超紧凑型车的高成本和汽车制造商对其的缺乏承诺阻碍了更广泛的采用 政府应考虑扩大超紧凑型车的销售补贴 并支持农村公共交通 以确保所有居民的出行能力 此外 需要投资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 以减少排放并取代关闭的加油站 上世纪60年代的澳大利亚棋盘游戏已售出70万份 澳洲ABC 牧场主是一款关于养羊的桌游 已成为澳大利亚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桌游之一 这款游戏是由鲍勃·劳埃德发明的 它是一个城市居民 在岳父母的农场工作时对农村生活产生了热情 受到一次公路旅行中的祈祷的启发 鲍勃创造了牧场主 自1962年退出以来已经销售了70万份 这款游戏因其教育价值和怀旧吸引力而保持着流行 为玩家提供了对农场生活和澳大利亚文化的深入了解 作者们表示 书商在分享多样化故事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们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成功与否 澳洲ABC 澳大利亚一家书店老板发表的有争议言论 引发了对书店文化价值 及其在推广多元声音和故事方面的关注 维多利亚州罗宾逊书店的老板呼吁 《只有白人孩子》封面的儿童图书 引发了作者和读者的强烈反对 插画家和作家强调了儿童图书中代表性的重要性 其中一位插画家表示 书店和图书馆的角色是为孩子们创造英雄 确保所有孩子都能在书中看到自己 澳大利亚书商协会的首席执行官表示 书商在选择和推广图书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们的决策可能会决定一个人的事业成败 许多作者和读者批评了这家书店老板的言论 并有人呼吁抵制该书店 他们强调了多元故事的重要性 以及所有社区在国家文学领域中被代表的必要性 银行皇家委员会最终报告发布已经5年了 普通客户的状况有所改善吗 澳洲ABC 10年前 笔尔沃特是一位幸福的结婚 并有5个孩子的父亲 在昆士兰州西部唐寺地区拥有价值2200万澳元的庄园 距离布里斯班市内约5个小时车程 5年前 他的农场在与一家四大银行争议中消失了 婚姻也因压力而破裂 莫特先生当时在布里斯班参加银行皇家委员会的听证会 支持其他农民并试图解决自己的案件 如今 他坐在他用赔偿金购买的新南威尔士州北部的豪华物业的棚子里 眺望着他的机械设备 并指出他即将华澳旅行的房车 这是因为 在失去冲突和不确定性中 他做到了一件罕见而困难的事情 他战胜了银行 教师短缺和学校资金将是新泽西州教育专员面临的主要挑战 雅虎 新泽西州州长菲尔·莫菲提名了凯文 德默尔作为该州教育部门的新负责人 德默尔曾担任该部门的临时专员 并在该部门工作了15年 他曾担任该部门的首席财务官长达5年 并以其在学校财务和资金方面的专业知识而闻名 支持者对他的提名表示赞赏 许多人希望他能解决该州的教师短缺和K-12教育经费问题 美国将在中东攻击与伊朗有关的目标走多远 半岛电视台 美国对伊拉克和叙利亚至少85个目标进行了空袭 以回忆一次在约旦的一个军事基地发生的无人机袭击 导致三名美国士兵丧生 这些袭击是由从美国直接飞来的远程轰炸机执行的 由于美国支持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战争 伊朗支持的武装团体将美国作为目标 乔·拜登总统表示 这些袭击只是美国报复的开始 文章讨论了伊朗可能如何对这些空袭做出反应 以及是否可能导致更广泛的地区冲突 节目的嘉宾包括德黑兰大学教授穆罕默德 马兰迪·查塔姆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雷纳德 曼苏尔和美国进步中心高级研究员 前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劳伦斯·科布 活跃的孩子在学校表现更好 那么我们如何让青少年保持参与体育运动呢 悉尼先驱晨报 根据悉尼大学的研究 高中期间参与体育运动与更好的学业成绩有关 这项涵盖了4200名年龄在4岁至21岁之间学生的研究发现 参与体育运动与识字和数学成绩更高 减少学校缺勤和更有可能被大学录取有关 这项研究被认为是首次显示体育参与与儿童发展中的学业表现相关 研究还发现团队运动与更高的社交联系和较低的缺勤率有关 尊敬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将回顾一些新闻 并分享我的观点和分析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道德与外貌之间的联系 哲学家西瑟·威多斯指出 在历史上 美与善良 仇与道德败坏 有着紧密的联系 虽然现代社会中这种联系变得更加隐形 但美与道德优越性的联系仍然普遍存在 美丽的人往往拥有更多的机会和优势 而整容手术行业将丑陋视为一种需要治疗的畸形 这种对外貌的痴迷导致了肥胖恐惧症等问题的出现 威多斯认为 社会需要认识到对美与丑的痴迷 并采取更健康的态度 接下来 让我们来谈谈一些体育新闻 在全明星晚比赛中 华盛顿州立大学的角卫乔维德·史密斯拦截了一次身船 并将球返回83马得分 帮助国家队以16比7战胜了美国队 这场比赛被防守球员所主导 四分位的上场时间有限 这是自2010年以来的首次授庆比赛 球员们还带着带有鹦鹉和玛格丽特酒贴纸的头盔 向吉米·巴菲特致敬 澳大利亚的海滩安全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今年夏天 已有70多人在澳大利亚溺水身亡 引发了对水上安全策略有效性的质疑 虽然溺水死亡人数在过去10年中有所下降 但减少海滩溺水率仍然是一个重大挑战 我们需要更多的措施来确保海滩的安全 以避免悲剧的发生 在娱乐界有一部关于美国继承人怕地 赫斯特被绑架的纪录片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赫斯特在被囚禁期间遭受了洗脑和虐待 最终在服刑22个月后获释 这个故事提醒我们 仍在极端环境下可能会做出出人意料的选择 在科技领域 Facebook在社交媒体行业保持了20年的主导地位 Facebook的成功得益于其游戏化的社交互动和新闻动态功能 此外 Facebook还成功收购了Instagram和WhatsApp等平台 扩大了其用户范围 尽管面临竞争 Facebook和Instagram仍然是社交媒体领域的领导者 社交媒体平台TikTok上的一个潮流 引发了饮食障碍倡导者的担忧 这一潮流涉及女性比较她们穿着紧身裤实 腿部的外观 专家们表示 这种潮流可能对年轻人的身体形象和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我们需要对这些有问题的内容进行审查 并重视多样化的身体形象 在体育界 种族主义辱骂事件引发了人们的关注 在英格兰的低级别足球比赛中 有两起涉嫌种族主义的事件发生 这些事件对球员和球队造成了伤害 需要严厉的处罚和改善措施 此外 我们还看到一些关于农村交通和教育的新闻 日本农村居民面临着交通挑战 特别是由于加油站的关闭和公交服务的减少 超紧凑型电动车可能是一个方便且节能的解决方案 但其高成本和汽车制造商的缺乏承诺是一个障碍 同时 新泽西州面临教师短缺和学校资金问题 新任教育专员将面临挑战 最后 我们谈到了一些关于书店文化和银行业的新闻 一位书店老板的言论引发了对书店文化的关注 许多人呼吁推广多元化的故事 此外 银行皇家委员会的报告 让人们关注普通客户的状况是否有所改善 以上是我对这些新闻的简要总结和分析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出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的 如果被述的 我们的创作 在订阅中